口腔溃疡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发生病变,从而出现更严重的癌症。 大家要了解具体的表现症状,从而将危害降到最低。 下面横轮口腔给大家口腔介绍一些溃疡癌变的症状。 一旦发现了类似的问题,要多加注意,一,口腔溃疡会癌变吗? 口腔溃疡患者拖延病情,长期得不到治疗,可能会导致癌变。 在这个过程中,人体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,比如,一,病程规律如果是良性的口腔溃疡, 可能会反复发作、牙齦肿痛、口腔发炎,有时候还会出现出血的症状。 但如果是恶性口腔溃疡,可能会出现癌变,常不会复发,而且发病剧烈,支持不愈合。 二,口腔溃疡癌变时,对药物不敏感,恶性口腔溃疡,是一种进行性发展, 即便采用消炎防腐的药物,也不会达到理想的疗效。 这个时候如果还出现了扩散的倾向,要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,了解是否出现口腔溃疡的矮边情况。 三,溃疡面低形态不规则,可能是矮边良性口腔溃疡生态较为规则, 而且具有成型的拓圆,或者是圆形线条等等,与周围的边缘分界明显,触摸会有明显的疼痛感。 但如果是恶性的口腔溃疡,其表面常常是不各责的形态,而且和周围的正常组织分界不明显,表面不平整,疼痛不明显。 二,口腔溃疡如何控制矮边? 一,要加强锻炼清晨,傍晚可以多到户外活动,增强体育健身,调节身心健康,经常参加健身,活动, 有助于提高口腔的抵抗力,服用必须有助于牙炎和口腔的保健品滋养,可消毒热,减少牙炎肿痛的倾向。 二,保持健康的精神状态,保持健康的生活规律。 不能够太过劳累,一定要早起早睡,也要注意劳逸结合,不能够经常加班。 很多人发现如果平常过度劳业,不注意睡眠规律,常常出现生物中紊乱的现象,口气也会比较抽。 这往往是由于口腔内含有大量的细菌导致的,长此以往,会形成细菌感染,从而出现溃疡,因此大家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。 远离污染性的环境,经常到空气新鲜的环境生活。 三,保持口腔卫生。 每天都要刷牙漱口,进行口腔清洁,可以买一些易用的漱口水,含在嘴里,利用唇颊部肌肉运动充饭,达到漱口的效果。 清除牙缝之间的污染物,还可以用牙线,对牙缝的每一个部位,全方位进行剔除。 降低食物残渣和细菌感染口腔的风险。 多刷牙,每天都要保持牙齿清洁的习惯。 三餐半后三分钟内刷牙三分钟,又助于赶走细菌。 以上的内容介绍的,就是口腔溃疡癌变的一些判断方法,以及常见的预防措施。 大家如果发现自己可能出现口腔溃疡的症状,可以参考一下上面的内容。 然后更好的预防期发生更严重的病变,平常保护好口腔的卫生,然后加强身体的锻炼,多知有营养的食物,相信就能够预防口腔的各种感染。